有使用過這樣的AI生成 不管是文字圖像音樂的同學 幫我舉個手 高中數學課 老師不是男的教科書 在黑板上解題 而是讓學生利用ChipGPT來解答 將數學題目轉化成文字 輸入ChipGPT AI就會自動跑出計算流程 有時候看似一本正經的邏輯推算 但其實答案都是錯的 這時就得回頭看 過程中哪個環節讓ChipGPT打錯 重新修正一步一步找出解答 假如你有問題的話 那麼傳統數學的方式的話 是必須去可能問老師 或是自己寫的話 那麼你可以問他說問題在哪裡 詳解上它只有最後的結果 就是只有一些數字 但是我們可以用ChipGPT 就是一步一步來 然後就知道它的解題的步驟 或是對中間一些問題都可以解決 ChipGPT融入教學 學生不再只是學生 而是變成指引的角色 擺脫光背算式 卻不會融會貫通的僵化教育 檢視校對解題過程 也讓學生加長理解數學算式 學習效果很不錯 那機器給我的這個邏輯 為什麼它的步驟看似正確 但是答案為什麼錯 錯在哪個地方 其實我們就可以改變不同的教學法 去問他說 這樣的解的過程 它就可以抓出有問題的部分 确得GPT橫空出世 很多人擔心會被AI取代 在人類銀行上打上AI關鍵字 洋洋灑灑直卻有一千多個 但是也有老師認為 AI更像是輔助工具 使用AI工具的過程 也可以讓學生更貼近科技趨勢 培養更強的競爭力 靜靜新聞連續洪偉濤參謀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實事 靜善靜美 靜好新聞